欢迎收看王帝讲电影,我是解释王帝 今天王帝给大家讲一部 富豪小说家儿孙众多,却在生日宴会过后自杀 将亿万遗产留给看护宫的悬疑喜剧电影历任出窍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影片开始,在一座豪华大城堡内 女管家正在给主人老富豪送早餐 可一开门,吓得她一句谢天脱口而出 老富豪躺在书房离奇自杀了 一周后,老富豪被安葬妥当 她真正的死因和巨额遗产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85岁的老富豪是一名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 前一天才刚刚过完生日,自日便突兀的自杀 所有人都明白,老富豪的死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警方和一名被匿名请来的死家侦探都介入了调查 老富豪的家族十分庞大 膝下有一女两子,大女儿二儿子三儿子 各自都组建了家庭,并且有了儿女 都说豪门是非多,老富豪的家族也不例外 他们一大家子看似和谐,但实际上却暗流涌动 大女婿是入赘到家族中的 儿子都成年了,自己还跟没过青春期的毛小子学 见到漂亮阿姨就忍不住老路乱撞 结果出轨被老富豪发现 杨颜也告诉自己的大女儿她臭表脸的行为 大女婿自然有了杀人动机 富豪的二儿子已故多年 二儿媳表面忠贞不渝,独自抚养女儿读书 可实际上为母不尊 每年女儿的学费都是向老富豪的助手要完一份 去找老富豪再要一份,一片就是很多年 老富豪发现后自然掐断了她额外的经济来源 所以说二儿媳对公公没有怨气,谁也不信 三儿子一直负责老富豪小说出版的相关事宜 但向老爹提出,想要把小说拍成电影的想法后 被老富豪无情的拒绝了,老富豪意识到 三儿子不思进取,想靠着自己的小说啃老 于是就把他从自己的出版社开除了 当然这么做并没有别的恶意 只是希望三儿子经过磨练,能有自己的事业 可三儿子理不理解就难说了 一气之下,是否篡位的可能也不是不存在 大女儿家的儿子美对 老富豪生日当天还跟他大吼大叫 嗓门大的隔几栋墙都能听见 最后直接摔门而去 老二家的闺女嘴上整天说自己老爱爷爷了 但实际上也继承了老妈的绿茶风格 生日当天早早就离开了 老三家的儿子也是个键盘侠 根本就没把老富豪当爷爷看待 还有几个琢磨不透的人物 比如说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小护工 受老富豪邀请,他也参加了生日宴 负责给富豪打针,也有作案机会 但似乎和富豪的死并没有什么厉害关系 而且他还有个只要一说谎就会吐的人设 似乎会成为破案的关键 再就是老富豪的母亲 没错,85岁的老富豪母亲还健在 100多岁的老母亲 表面上看起来是老年痴呆 但这种高分悬疑片里 自然不会有毫无用处的路人甲 似乎每个人都有作案的动机 但每个人又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据 随着被匿名请来的著名私家侦探007的调查 真相才被抽丝剥茧一般一点点揭露 007从最后被询问的小护工开始入手调查 而他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旁观者清 单纯的小护工是最能看清这个家族本质的人 也是老富豪在这个硕大家族中唯一的朋友 当007问大女儿的丈夫是不是出轨了 小护士本着别人的家丑 最好不要外扬的想法回答了no 结果 007表面说抱歉 可这老狐狸心里却乐开了花 有这么个可爱的小护工还愁破不了案吗 事情交代的差不多了 导演选择在这个时候 给上帝视角的观众透露一部分事情的真相 原来老富豪在生日当晚多贪了两杯酒 回方后非要找虐 拽着小护工下围棋 结果下到一半不是对手 又打翻了围棋耍赖 可等到注射完药小护工才发现 本来自己十分熟悉的药竟然弄混了 他把一整瓶马飞当成普通止疼药 打进了老富豪体内 不解毒十分钟内老富豪就会死亡 而偏偏这个时候 医疗包内的解毒药纳洛同 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小护工急得直掉眼泪 叫救护车也根本来不及 老富豪写了一辈子侦探小说 顿时明白事情不会那么巧合 肯定是有人想谋害自己 然后嫁祸给小护工 说来也讽刺 老富豪最亲的人就是小护工 反正都要死 他当即决定 帮小护工制造不在场证明 然后自杀 小护工面对老富豪最后的遗愿 只能照做 可平时一说谎都会吐得小可怜 哪会干这种瞒天过海的事 老富豪一个完美的计划 被他执行的稀烂 让他故意弄大点动静开车离开 然后经过雕像 被监控拍到确实离开后 再将车开进树林 人绕小路从侧院回来 结果小护工太紧张 车拐进树林被监控拍到不说 按照老富豪指示 爬花架进入房子内部时 又踩断了一块木头 进去后 小护工要穿着他的睡衣下楼 制造他还活着的假象 直到隔着右面窗户 被三儿子发现后再上楼 然后在原路返回 开车回家 这样小护工就完美地解除了嫌疑 可从花架爬下房子后 却被一百多岁痴呆的老母亲看到了 老母亲确实糊涂了 不仅把小护工当成了美队 还说 美队呀 你咋又回来了 时间回到现在 小护工知道自己不能说谎 面对007 让他复述当晚的事 按照老富豪教他的 大部分都说的真话 只不过隐瞒了注射马飞和后来的计划 007见他说的都能对得上 关键是他没吐就相信了 最后小护工赶紧来到卫生间 打开水龙头制造声响 掩盖了他呕吐的声音 好险差一点没憋住 次日 007邀请了小护工当他的助手 两人一起来查雕像处案发当晚的录像 小护工这才意识到 那晚自己的停车位置不对 于是带回去查看前 他偷偷用磁铁把录像带消磁了 来到侧院前 他又发现自己那晚留下的大脚印 于是他又趁着警探和007发现前 破坏了脚印 两条狗也很给面子的帮了忙 进了院子 狗子调来了那晚被自己踩坏的木头 把小乌龙吓得半死 趁007不注意 赶紧用吃奶的劲扔到一边 可过一会儿 狗子又把断木头雕回来了 这次007没有错过 断口狠心 他马上意识到 有人从窗外爬进去过 小护工忐忑地打开了暗窗 窗框和地毯上的干泥坝 验证了007的猜测 上午10点就要宣读老富豪的遗嘱 这时大女的儿子美队也来了 正如老富豪所说 他自大还毒蛇 一进屋就巴巴个不停 三儿子嘲笑美队 你老爷的葬礼你没去 宣读遗嘱到来得挺早哈 老三的儿子在生日宴会那天 一直在卫生间 隐约听到了美队和老富豪吵架 说什么遗嘱和警告你之类的 大家一致认为 老富豪肯定觉得美队太不争气 决定把他从遗嘱里面剔除 三儿子对着美队一顿讥讽 美队也不跟他们多逼逼 指着他们一个个直说了 果然 宣读遗嘱时 众人发现美队是对的 老富豪将他所有的遗产 这栋房子 八千万美金 出版社的所有权 全都给了小护工一个人 其他人一毛钱也没有 所有人都觉得 这不可思议 包括小护工 只有美队得意的笑了 这就是那天 他和老富豪争吵的原因 一家人顿时群情激愤 看样子要将小护工生吞活泼 他们甚至口不择言 怀疑小护工和老富豪上了床 当然 如果85岁的老富豪 那方面还行的话 似乎只有美队一个人 早就接受了现实 开着车 载着不知所措的小护工扬长而去 美队问小护工 为啥遗产都留给了你 小护工一句 你们一家人什么德性 自己不清楚吗 怼得美队哑口无言 但美队却说 我知道我爷爷不是自杀 原来他故意请小护工吃饭 就是等他吃完东西问他真相 大板都准备好了 吐了就是在说谎 哼 小护工只好将全部实情告诉了美队 他自己不怕进监狱 可他还有妈妈和妹妹要照顾 美队听后心情复杂 说要帮小护工顺利拿到遗产 因为根据法律规定 如果被继承人犯下谋杀罪 就不再享有继承权 但邦也不是白邦 他也要自己那份 007这边 他并没有放弃调查任何一个人 尽管老母亲又聋又痴呆 小护工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打开一看 是半张法医鉴定中心报告的复印件 只有开头没有鉴定结果 上面人为写着 我知道你做了什么 还印了小护工医疗包上的标签 他觉得老富豪体内 马飞过量的事要瞒不住了 小护工赶紧找美队求助 可随后 鉴定实验室莫名发生了火灾 学样和鉴定报告都被烧毁了 同时 小护工收到了一份要求见面的匿名邮件 看来掌握真相的人 想要借机勒索小护工 可还没等去见面 警方和007就盯上了他们的车 小护工以为警察知道了什么 吓得他开着小车狂奔 经过一场有些愚蠢的汽车追逐 他们的车在一个小巷子被逼停 可意外的是 警察把美队带走了 原来是007在老母亲那里问出了线索 案发当晚 他看见美队顺着花架爬进了房子 小护工去了约定地点 结果在这儿发现了自己的医疗包 和已经被注射了过量马飞的女管家 本来按照计划 小护工只要销毁他怀里的报告 就再也没人知道老富豪注射了过量马飞 可小护工毕竟是一位护士 没法眼睁睁看着一条无辜的生命在眼前流逝 他一边给女管家做心肺复苏 一边拨打了急救电话 最终小护工向007交代了所有真相 就在他打算在老富豪家 当着他儿女的面宣布放弃遗产时 007却突然冲过来打断了他 并对大家说 小护工不会放弃继承遗产 原来他发现了真正的真相 有一个人真正犯了谋杀罪 他就是一直在诱导小护工毁掉验血报告的美队 而那晚爬花架进入房子也确实美队 他走的路线和老富豪让小护工走的一模一样 只不过他是在宴会还没结束时走的 也没有像小护工那样笨手笨脚留下破绽 美队从窗户进入房子后 用注射器将马飞和止痛药调换了瓶子 并且拿走了解毒剂纳洛铜 美队知道老富豪的自杀是为了保护小护工 于是匿名请了007来调查出马飞的事 当美队趁着大家去给老富豪办葬礼时 偷偷回家打算带走那两个被调换了的药瓶 结果被女管家暗中发现 女管家猜测美队肯定没干好事 于是就脱关系提前搞到了老富豪的验血报告 并复印一份寄给了美队 并在上面写了我知道你做的一切 还和美队约定了见面地点 可谁知小护工阴差阳错 给老富豪注射的只是普通的止痛药 老富豪的血减结果也是正常的 他的死因只是单纯的自杀 美队看到报告后顿时有些懵逼 不过很快他一剂不成又生一剂 他烧毁了可以证明小护工清白的血样化验室 接着向小护工匿名发送了女管家约定的见面地点 然后先一步抵达弄晕了女管家 再将过量马飞注入他体内 等到小护工一到他就匿名报警 让小护工正好落个杀人的罪名 这样遗嘱也不会生效 他就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不过小护工去见面时 他刚好被警察抓了 没办法匿名报警 而心地善良的小护工 也没有按照他预想的那样毁灭证据 而是选择了拨打急救电话后坦白一切 可美队却说得了吧007 这一切都不过是你的猜测而已 谁知小护工接了一个电话后说 女管家没死 马上就可以来指认美队 走投无落的美队只好承认 007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可那又怎样 女管家没死 美队说自己顶多会被判几十年 出狱后他要让小护士生不如死 可话音刚落 小护士表情难受 一口午饭喷在了美队脸上 他说谎了 憋到现在可真难受 原来女管家马飞过量 在救护车到达前就已经死了 他那么说只是让美队承认自己杀了人 几人刚刚的对话也被警探录了音 美队发现自己被耍了 顿时恼羞成怒 从老富豪收藏的刀架上抽出一把尖刀 一不做二不休 他要杀了小护士 此时小护士想起了老富豪评价美队的话 果然 这下又多了一个杀人未遂的罪名 当然我相信美队没那么蠢 只是这次太匆忙 没来得及好好选 最后美队锒铛入狱 小护士继承了全部遗产 至于要不要帮助已经净身出户的儿女们 只有他自己的心才知道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历刃出鞘》于2019年11月上映 演员阵容十分强大 并获得了多个最佳群戏的奖项 可以说是一场来自好莱坞的群星盛宴 在内容形式上 本片既是一部对阿加莎的致敬之作 也是一部反侦探类型的创新之作 片中一直在丑化那些富二三代的形象 他们好意勿劳 只知道索取与虚伪的空谈 这也无形之间讽刺了美国梦的破裂 曾经的美国人四处冒险的精神已然不在 在前人造就的富足环境中 他们成为了温室中的食人花 当失去了庇护之后 他们立即被打回原形 成为社会中最无用的群体 正如电影《最后一幕》 象征着整个富豪之家的杯子 被一个难以想象的外人捧在手里 由此不仅完成了耐人寻味 关于美国移民问题的政治讽刺 也当真如一把利刃出鞘 刺破了所谓的真相 刺破了上层阶级故作姿态的虚伪 让观众看到 唯有人性的真善 才是一切谜局的答案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弟的解说就点关注吧 王弟讲带言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